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硬核母亲为帮死去的女儿讨回公道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 美国犯罪剧情电影三块广告牌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在荒芜人烟的一片空地上 镜头给到了三块残破的广告牌 我想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了 根本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打广告 然而,就在阳光明媚的一天 一位名叫米德尔的中年女人 驾车路过此地时 偏偏就看上了这三块广告牌 当即来到附近小镇的一家广告公司谈租金 果然不出我所料 广告公司都把那三块广告牌给忘了 因为自1986年起 就没有任何人在上面提过广告了 最终,米德尔以每月5000美元的价格 租下了这三块广告牌 不过,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打广告 而是在这三块广告牌上分别登上了 警长,你一天天的都在干嘛呢 不是吧,还没有抓到凶手 前一阵的奸杀案你忘了吗 诸如此类一些疯狂挑衅小镇警局的言论 而且还是带夜光的 本来他还想多加一些法克 谢特,地驰之类的词语 但广告经理告诉他 那样就属于诋毁了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到了晚上 警员迪克森开车路过此地时 刚好看到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黑 正在做收尾工作 同时也看到了广告牌上的言论 一来气当场就要将小黑逮捕 小黑表示 好啊,以什么罪名? 呃,毁坏草坪 最终,无奈的迪克森只能打电话向警长报告了此事 第二天,米德尔驾车路过警局 看着警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十分满意地去上了班 同事得知此之后 鼓励他干得好 就应该好好搞一搞这些光拿钱不办事的警察 而另一边的警长 则找上了广告公司的经理 想威胁他把广告撤掉 不然就让他坐牢 然而,熟督法律的广告经理表示 我犯了什么罪 呃,当然是对维护小镇安宁的警长不尊重 最终,无奈的警长只能扔下一句下不为例 然后强忍怒火回到了警局 一番查阅后发现 对方的确没有犯下任何罪名 广告牌上的只不过是几个问句 根本算不上诋毁 但警员们已经被欺诈了 可他们能做的只有安慰自己 反正也没什么人走那条偏僻的小路 也就不会有人看到那些广告牌了 然而,米德尔下班后 直接请来了新闻媒体记者 以这三块广告牌为背景 搞了一期专访 这下,全国人民都在电视上看到了 采访中 米德尔之后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原来,他的女儿在七个月前不幸被奸杀了 并且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可如今凶手依然在逍遥法外 警方却一直没什么进展 警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就把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找找宠物抓着小偷上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查找凶手 于是米德尔一来气 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利用广告牌向警方施压的办法 警长在新闻上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有些心情复杂 最终他不得不向米德尔妥协 亲自上门拜访了米德尔 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抱歉 并说自己已经得了癌症 估计活不了几天了 能不能不要再拿广告牌刺激他了 米德尔却表示 镇上谁不知道你得了癌症 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警长被怼得无话可说 毕竟米德尔失去了女儿 所以他绝不会轻易做出让步 但他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镇民的不满 尤其是那些和警长关系最好的人 在他们看来 警长一直都是尽职尽责 是一位正直友善 值得尊敬的好人 虽然没有抓到凶手 但他一直都在努力 如此看来 米德尔的行为就有些过分了 然而 面对镇民们的指指点点 米德尔并不在乎 只要能尽快抓到杀害女儿的凶手 他愿意背负任何骂名 很快 儿子就因为广告牌的事 在学校遭到了欺负 随后教堂的神父也来劝说米德尔 想要让他收手 不然就会被所有人孤立 米德尔果断拒绝 还因为神父对他的不理解 口吐芬芳 一对言语侮辱后 神父被骂得有些怀疑人声 而相比于神父 镇上的牙医就比较狠了 来到诊所看病的米德尔 不过是有点牙齦肿痛 可牙医连看都不看 就说他需要拔牙 而且给他注射的所谓的麻药 也完全没有起作用 发现异常的米德尔 反手夺下牙医手中的钻头 顺便把牙医的大拇指钻了个小洞 并气愤地吐了他一脸漱口水 结果不出意外的 牙医起诉了他 警长亲自来到米德尔工作的商店 将他抓回了警局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警长并没有为难他 而是耐心地和他解释并道了歉 甚至还关心起了 米德尔下个月的广告费用 但即便如此 米德尔依旧无动于衷 直到警长痛苦地咳出了一口血 米德尔才意识到 警长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 在被抬进救护车的时候 警长还不忘命令手下将米德尔释放 这让米德尔不禁有些愧疚 回家后 儿子也因为他的过分行为开始闹脾气 米德尔则默默走进了女儿生前的房间 回想起了女儿遇害前的那一天 当时 叛逆的女儿想要开米德尔的车去酒吧鬼混 米德尔拒绝了 没想到女儿竟然骂了他一句弊齿 即便如此 米德尔也并没有责怪女儿 毕竟 女儿变成这样 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不过 她还是坚决不允许女儿开自己的车 女儿一气之下 直接步行去了酒吧 结果不出意外的 女儿出了意外 不但被强奸 而且还被烧成了黑炭 次日 米德尔再次来到三块广告牌前 为死去的女儿 种上了漂亮的鲜花 事实上 他之所以选择这三块广告牌 就是因为女儿正是在这条公路上遇害的 突然间 一只小鹿出现在镜头前 米德尔见此情景 心情貌似好了很多 甚至开始对着这只小鹿自言自语 鹿一般象征着和平与希望 幸福与安康 然而 对此时的米德尔来说 相比于眼前这不切实际的希望 还是为女儿讨回公道 更能让他安心 不管这么做有没有意义 在警方抓到凶手之前 他绝不撤掉广告牌 但问题是 他只交了一个月的广告租金 眼看就要到期了 广告经理开始找他催租 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 居然有人匿名寄来了一塌钱 帮助米德尔 续上了下个月的租金 另一边 被送去医院的警长 自知已经时无多 医生让他留院观察 但警长还是跑出了医院 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只想多陪陪家人 随后他安排了一场温馨的露营 给两个女儿准备了好玩的游戏 别让他们不要乱跑后 拉着妻子走进了一旁的小树林 又重温了一次两人最初的激情 晚上回家后 两个女儿玩得意有未尽 并觉得今天的父亲格外温柔风趣 妻子也感叹 今天的丈夫非常勇猛 可惜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做爱了 警长因为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 同时也为了不拖累家人 决定自杀 等家人全部入睡后 他默默来到马厩 掏出手枪 毅然决然地抠动了扳机 到了第二天 警员迪克森正戴着耳机 在办公室里享受着美妙的音乐 转头一看 发现同事们都哭成了泪人 询问后才得知局长领了盒饭 立马抱着其他同事哭得不成样子 对迪克森来说 警长不仅是他最好的朋友 更是他最棒的人生导师 在悲愤交加的情绪中 迪克森决定做点什么 他觉得 局长是因为无法承受广告牌的压力 才自杀的 于是 他二话没说直接冲进了广告公司 见到广告经理后 上去就是两拳 觉得不解气 又把广告经理从二楼扔了下去 出门后再补上一拳 结果 新上任的警长老黑 刚好看见了这一幕 迪克森却表示 你呀瞅啥 然后他就被老黑开除了 另一边 米德尔看到警长自杀的新闻后 一时间也有些心情复杂 不知情的新闻记者 一顿天有加醋后 导致小镇所有人 都认为警长的死 是米德尔的广告害的 当他送儿子上学时 竟然有学生往车窗上扔饮料 而米德尔哪能受这种气 直接把扔饮料的学生踹倒在地 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 这天他来上班时 突然一个神秘兮兮的男人 走进了商店 不但不买东西 还把一件商品给砸了 一次来恐吓米德尔 男人声称自己是警长的朋友 言语中还提到了那场监察案 把米德尔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好在这时警长的妻子走了进来 男人这才离开了商店 警长妻子把一封信交给了米德尔 原来警长在自杀前还写了三封信 一封是写给妻子的 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不舍和爱意 另一封是写给米德尔的 解释了他的死与广告牌无关 因为之前匿名给他寄钱的人正是警长 最后一封是写给狄克森的 不过此时的狄克森还没有看到那封信 原因是新上任的警长不想看到他 只允许他在警局下班后再来拿信 另一边 米德尔在接儿子回家时 发现那三块广告牌竟然被烧了 他不顾儿子的劝阻 拿着喷火器就要上前灭火 然而火势太大已经来不及了 三块广告牌最终无一幸免 回到家后 米德尔始终无法入睡 思考着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 最大的嫌疑人 貌似就是跟警长关系最好的那群警察 于是他怒从心中起 你们敢烧我广告 我就敢烧你们的警局 果然到了晚上 米德尔手持燃烧瓶准备开烧 为避免伤到人 行动之前他先给警局打去了电话 确定警局没人后 果断向警局扔出了燃烧瓶 可事实上 此时狄克森刚好走进警局拿信 并且还戴着耳机 一边享受美妙音乐 一边读了起来 根本没有听到米德尔打进来的电话 也没有注意到身后着起了大火 信中是警长对狄克森的一番教导 警长希望狄克森不要总是被愤怒所支配 只有心中充满爱 才能成为一名豪警察 直到整个警局被烈火吞噬 狄克森才发觉情况不妙 看着即将被烧毁的监杀案卷宗 他想起了警长的教导 于是赶忙将卷宗塞进衣服 外面的米德尔看着他拼了命地冲出火堆 并把卷宗扔到了安全的地方 惊讶之余 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 此时的狄克森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出监杀案的凶手 不过在这之前 他需要先去医院把身上的烧伤治好 事后 因为警方没有任何证据 再加上一位路过的好心镇民矮哥 愿意为米德尔作证 因此 警局被烧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而米德尔也意识到 这个为他作证的矮哥 其实是对他有好感 于是为了表达感谢 答应和他一起约会 但上床面谈 医院中 满身绷带的迪克森 刚好和广告经理 身处同一个病房 对此 杰克森表示了深深的抱歉 可事已至此 广告经理还能怎么样呢 只有放下仇恨 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终 经理选择用一杯果汁 来化解两人之间的仇恨 而米德尔这边 之前负责贴广告的小黑告诉他 你的广告其实还有备份 于是 在矮哥和儿子的帮助下 那三块广告牌 再次贴上了挑衅警局的广告 其实 对此时的米德尔来说 贴不贴广告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知道 迪克森警官虽然已经被开除 但他一定会抓到凶手 不过 反正广告费是警长出的 不贴白不贴 到了晚上 米德尔与矮哥相约来到餐馆吃饭 没想到前夫和他的小媳妇也来吃饭了 期间 前夫扔下小媳妇过来找他谈话 矮哥看到这一幕后 伤心地离开了 米德尔也因此得知了 之前烧掉广告牌的人 其实是前夫 于是 超级酒瓶直奔前夫而去 但下一秒 前夫并没有挨打 为了避免吓到他的小媳妇 米德尔还是忍住了 连人的关系到这里也彻底结束 另一边 刚刚出院的迪克森来到酒吧喝闷酒 却意外偷听到 之前那名恐吓过米德尔的神经男 正在跟朋友吹嘘 自己强奸了一个女孩 然后又将其焚尸的经历 迪克森瞬间意识到 这他喵的不就是米德尔女儿 被害的那场监察案吗 而且从这家伙兴奋程度来看 他的确没有编造谎话 于是 迪克森以变魔术为由 徒手从神经男脸上 抓了一大把表皮细胞 不过 他这么做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被气愤的神经男揍了个半死 而神经男一看 自己好像下手过重了 赶紧留 随后 迪克森挣扎着回到了家 从指甲里取出了用命换来的证据 并将其交到了警局化验 一旦神经男的DNA与尖杀现场的DNA吻合 警局就能实施抓捕 在这期间 迪克森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米德尔 并得到了米德尔的肯定与感谢 然而 不久之后 新任警长却告诉他 化验结果显示 神经男与凶手的DNA不匹配 而且 尖杀案发生的那天 神经男根本没在国内 或许神经男的确在其他国家做过一些坏事 但这也不归他们管 于是 迪克森只好将自己遇到神经男的前前后后 全都打电话告诉了米德尔 虽然神经男并不是奸杀米德尔女儿的人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肯定奸杀了别的女孩 也就是说 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一个母亲失去了女儿 而凶手仍在逍遥法外 想到这里 米德尔当即就决定 他一定要找到神经男 迪克森也有同样的想法 就这样 俩人纷纷告别了还在暑睡中的家人 拿上家伙事 迎着清晨的阳光 开车驶出了小镇 踏上了一条追凶之路 至于他们找到神经男后 要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们觉得一定要帮助那个 失去了女儿的母亲 三块广告牌 善用于2017年 由马丁·麦克唐纳指导以及编剧 主演则是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和伍迪·哈里森来担任 他们用人性的复杂 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悲情故事 告诉了我们爱和宽恕的重要性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被仇恨所支配 被愤怒重昏头脑 作为一部低成本的影片 它的评分却并不低 主要是因为 导演对每一个人物精雕细琢的刻画 非常到位 使电影中的角色 早已脱离了简单的善恶化分 剧情的反转出人意料 却又暗和情理 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